大家好 我是Edison 歌劇渣男很久都沒有跟大家介紹過 今天我要講一個歌劇渣男 他就是來自意大利作曲家Berlini的代表作 Norma裏面的男主角Poniole 首先介紹一下Norma這個故事說什麼 其實它是關於Norma 是一個高奴地區的大祭司 當時高奴地區受羅馬的統治 所以他們的族人一直都很想反抗 唯獨是因為他們的習俗 就是他們要開戰宣戰的時候 他們要得到神諭 而神諭當然是來自於Norma拜祭才得到 但Norma跟他們說 現在未是時候 神還未說可以去打羅馬 其實他背後是有一個秘密 就是因為他跟羅馬的軍官Poniole相戀 甚至有了小朋友 也因為這樣他不想族人和自己的愛人有任何衝突 只不過後來他發現原來他的愛人已經是移情別戀 喜歡了另一個人 令到他怒火中燒 決定跟族人說 現在是時候去打羅馬 當然他們的族人很興奮 終於可以開戰 但原來他們又有另一個習俗 就是當他們要去打仗的時候 就要一個犧牲品 就當是奉獻給他們神 而這個時候 Norma就跟大家自揭自己的秘密 就是跟大家說 我其實跟大家的敵人羅馬 一個軍官相戀 甚至有了小朋友 所以他自認自己是叛國 亦因為這樣 他自願成為犧牲品 而同場 當時 Poniole被高路人捉了 他聽到羅馬的說話之後 深受感動 決定跟他一起附死 成為犧牲品 這個就是羅馬的故事 我看完羅馬的故事之後 不知為何我覺得 Poniole令我聯想到 他在Butterfly裡面的Pinkerton 兩個都一樣握法 譬如Pinkerton一開始 已經跟大家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其實他對Butterfly都是玩玩玩的 不是對他很 真的 當是一回事 跟他的愛情 他是婚禮 而羅馬裡面 其實一開始 Poniole也跟他的朋友 這樣說 他已經不再愛這個羅馬 他移情別戀 去第二個 可以說是羅馬的下屬 另一位年輕一點的女祭師 叫做Adagisa 但是 原來後面 大家就發現 他不單止是拋棄了羅馬 那麼簡單 原來他跟羅馬 是有兩個小孩 也很有理由相信 他沒有幫忙 去撫養這兩個小孩 換言之其實羅馬 可以說是一個單親媽媽 還要他很秘密 因為他不可以讓 他的族人知道 他跟羅馬軍官有小孩 還要兩個 所以他一個人很辛苦地 秘密地湊大兩個小孩 而其間 Poniole不聞不聞地 接著還要恥亂中氣 拋棄棄子 喜歡另一個更年輕一點的Adagisa 聽到這些行徑 都已經覺得 他真是一個很渣的渣男 而第二個渣男特質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死前難打的人 話說 其實Adagisa 也耐心很掙扎 究竟是否跟Poniole在一起 因為他也知道Poniole 其實是他們族人的一個敵人軍官 只不過他也真的很喜歡Poniole 他又跟Poniole說話 說我要離開你了 Poniole發揮他三寸不難之蝕的功力 他不停地去死前難打 捋住Adagisa 首先跟他說 其實我們之間的愛情 比神、宗甲更偉大 某程度上 他已經是一個蝕俗神靈的說話 接著還要哄Adagisa 諾答 要跟他說 你這樣吧 你留在這裡這麼痛苦 不如你愛我的話 就一起私奔去羅馬 那就不需要再煩 其實就是煽動他人 去搬離他的族人 所以他很明顯是一個 嘴甜舌滑 把口朗過油的渣男 所以我也很懷疑 他也是同一招數 去哄點羅馬 所以這個男人 真的非常非常危險 而第三項渣男的特質 就是一個他很厚面皮的人 話說去到劇情的推進 那羅馬和Adagisa 他們一齊發現 原來他們愛情的人 是同一個破尼安尼 到這個時候就很尷尬了 破尼安尼一出場 面對兩個前度 一個現任 那他怎麼辦呢 他立即扔一個很冠冕堂皇的藉口 他跟Adagisa說 這一個是命運 令到我要愛上你 與此同時 他又用同一個藉口 就跟羅馬說 這一個是命運 令到我要離開你 嘩 真是說得多禁 生不由己 說得好像不關自己的事 是一切都賴過命運 賴過天 所以這些厚面皮的人 真是人無恥變無敵 聽完我說的破尼安尼 有多賤價 有多渣 我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 不知道大家會否覺得 他真的好像Pinkerton一樣 這樣渣 在我心目中 Pinkerton是一個爆渣的渣男 所以今次我被破尼安尼 一樣是爆渣 今天的歌劇渣男 到此為止 不知道各位女士 有沒有發現自己身邊 或者你的朋友身邊 有類似Pinkerton 這樣的渣男存在 如果有的話 記得記得快點離開他 因為他們真的很渣 另外如果你們 對Pinkerton有其他意見 又或者覺得其他歌劇 有些渣男 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叫大家小心一點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 今天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